簡單 就是一到十二月的英文 有點像什麼英番中 就是英文考你中文意思 所以你把它執行看一下 它會亂數跑一個就是英文單字 當然這一題你可以改全民音檢的題目 有沒有 全民音檢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摟進來 不過因為全民音檢的題目太多了 你把它摟進來太大 所以後面我們會講到檔案 你可以用檔案的方式把它摟進來 再不然你也可以用資料庫的方式摟進來 或者存在資料庫裡面查也可以 那它邏輯很簡單 請問一下這個東西是幾月 這個是幾月 假設我今天不知道 我隨便猜一個三月好了 Enter會怎麼樣 答錯了 請你繼續猜 它就是一定要你怎麼樣 猜對為止 答錯了 所以這很適合怎麼樣 你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程式 給小朋友玩 然後呢就給它出幾道題 讓它去猜 然後甚至你可以 計算說它猜過的次數 看著它 另外也可以計算它的時間 有沒有 你import一個tie tie的話裡面有用那個 它裡面的tie.tie 或者tie.clock 都可以計算時間 就是從開始到結束 你總共花了多少時間 然後 這其實可以做很多遊戲 還是類似的東西 我是建議這 然後這地方如果正確的話 輸入2好了 Enter 給答案正確 它就停掉了 所以呢 它這有點像 無窮回圈 它就一定不能跳出來 直到什麼呢 答對為止 所以 這一題是標準的 我剛剛講過的 無窮回圈 裡面 加一個邏輯判斷 當那個條件 就是它答對了 它才會break break 就跳離這個回圈 ok 所以基本上呢 請各位思考一下 因為這東西 其實死背沒有意義啦 一定要活用哦 第一個 你要做什麼 問題為 這個東西是什麼 亂數跑出來的 所以呢 我們需要什麼呢 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呢 就是從1月到12月的英文單字 然後呢 第二個把它放在一個list裡面 這個list裡面的話 基本上呢 就這樣 所以我們第一個 先怎麼樣 import random這個一定要 這等一下會亂數吧 因為我要問問題 所以我可以從random裡面 去湊一個 那當然特別注意哦 我底下會需要一個什麼list 就是month stream好了 這個month stream呢 它是一個list 等於什麼呢 一個中瓜糊 然後裡面的話 放1到12月的自竄 ok 這應該可以理解吧 中瓜糊是一個list嘛 然後呢 你 不夠特別注意啦 這個1到12月有什麼產生的 當然你要自己打 把它的單字背起來 所以其實我用一個 最簡單的一招 1就是輸入什麼呢 輸入1月 對不對 然後呢 因為呢 isail裡面已經有1到12月 所以我把1到12月向下填滿 有沒有 這樣子就1到12月 所以但是你自己 一定要拼出1月份 有沒有那個 這個一定要拼對哦 你拼錯的話 它不會產生以後的月份 ok 這樣最簡單 再來的話 你要把這個裡面的東西 複製貼到那個上面 但是前後要加雙引號 所以後來想一個方法 Ctrl-C有沒有 我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Word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 Office裡面都可以用 Office貼為什麼 貼為直哦 貼為直 然後再利用Ctrl-H Ctrl-H就是取代 取代成什麼呢 就是它每一個地方 都是有換行符號 取代成那個什麼呢 因為我需要 它後面要加一個 雙引號 豆點雙引號嘛 不然的話 你要自己手動打 12月要打很久 所以我想到這一招 因為這也是一招嘛 寫程式 就有些東西是真的要想出好方法 程式寫的比較快 不然有些時候你還要做苦工嘛 ok 所以全部取代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產生類似像這樣 就把這個 這個移到前面去好了 這個後面多一個豆點 把它delete掉 複製 再把它貼到那個 我們的 這個上面 ok 應該可以理解啦 好 這樣就有一個list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是什麼 要用random去跳出一個乱數 因為我要隨機出題嘛 所以呢 我可以怎麼樣 利用imple一個random 所以前面講過 應該還有印象吧 imple 這邊的話呢 我就什麼 imple一個random 所以空一格 這邊的話呢 記得就是random 這個random還蠻重要的 因為還蠻常用到的 random就乱數 那random裡面有一個random range 我講過有沒有 哎呀 乱數幫我跑出一個什麼 random range random range這邊有 其實另外有random int 坊間書籍好像比較喜歡用random int 但是我比較不喜歡用random int 為什麼 因為random range跟那個range 它基本上邏輯一樣 不然有時候你一下用random int 一下用random range 你會搞混了 random int 它就是 比如說你要出的數字是0到11的話 那你就打0到11 random int 是這樣 random range跟那個range是一樣的 那當然random int好像比較直覺 可是問題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range了 所以你一下又有range 會搞混 所以乾脆我用一樣的 random range 然後呢 我希望它乱數幫我出題 那特別注意喔 一個list的編號 0 1 2 3 一直到 這邊 12月就剛好是多少 11 因為它的編號是從 0開始 0 1 2 3 一直到11 ok 因為那個list 特別是中瓜五這個list 它一定是從0開始 跟那個array很像 正列也差不多 從0開始 所以我們要產生的run 一定是從多少 0開始 到多少呢 到11 所以這邊輸入多少 12 ok 應該有印象吧 我想說range ok range是 這個12是停止的位置 就是不產生 所以它會產生0到11 好 所以呢 我已經能夠run 數產生了 欸接下來我要做什麼 run數產生了 然後再來的話怎麼樣 再讓使用者輸入 所以run數產生囉 接下來就請使用者說 請輸入什麼呢 相關問題 那 input 什麼呢 問題為 那我就把這個run數有沒有 從這個month3裡面怎麼樣 去串接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裡面的話呢 我就輸入 input 問題為 欸 month3 去幫我抓一個 假設說呢 我剛剛這邊 抓到2月的話 實際上它裡面變數應該是多少 應該從裡面它0到11 那它剛好抓到多少 抓到1嘛 所以month它這個抓到1 然後把1放過來 1 它就去把這個 2月丟過來 然後讓你顯示說 欸 問題為 欸 這個是 幾月啊 就跳出來了 那要讓你回答 那我就輸入啦 假設我今天輸入一個3的話 那不過特別注意喔 它輸入過來一定是一個自串 所以我就用int再把它轉型 所以轉成3 那我就做邏輯判斷 那判斷什麼呢 後面的部分的話 欸 假設我輸入之後 那我就接下來呢 做一個無窮迴圈 這個無窮迴圈就是說呢 讓它不斷跑 直到呢 它輸入的是正確的 那正確的話就是什麼 輸入的值齁 是 多少 應該要輸入1才對啦 OK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就 就 畫有1 冒號 欸 特別注意喔 這種敘述我剛剛 開始的時候講 以後如果你要寫一個無窮迴圈 就是讓它不斷跑 當然坊間的書也有寫成這樣 畫有true 這樣也可以 不過喔 看一下哪個簡單 當然畫有1簡單嘛 對不對齁 你要不你又是自己寫 不過我之前還要寫一個 畫有那個f不等於 好像不等於0 我用一個變數來判斷 不過我發現 好像多餘 而且要寫更多東西 所以我這邊 後來又把它精簡了 越寫越簡單 這個是無窮迴圈 可是問題喔 無窮迴圈 如果你沒有一個出口 它就會不斷無窮迴圈 就出不去了 所以你那個裡面 一定要有一個正確的答案喔 你不要說讓它亂拆 最後它永遠拆不到 那它永遠沒有跳離的時候 OK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做什麼 做一個邏輯判斷 if 因為我輸入的是這個什麼呢 m 那這個m的話呢 假如說我今天輸入的是 2月的話 特別漂亮喔 可是問題來了 我現在輸入的是2 可是這邊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1吧 所以2跟1 怎麼樣 相差多少 所以這邊要加1嘛 所以喔 if 我輸入的這個m 它等於mins加1的話 那表示是正確的 所以喔 這個時候的話 邏輯判斷是吧 print 答案正確 出口在這裡 break了 反之 反之 反之什麼 反之 當然如果這個是正確的 反之應該怎麼樣呢 反之答錯了 可是問題答錯了 然後呢 再繼續給我答 所以再繼續給我答 怎麼辦呢 其實很簡單 下面這一行喔 其實是把上面這一行 有沒有 copy 貼下來而已 OK 不過你想 其實我也想說兩行一樣喔 有沒有什麼方法 讓它不要變兩行 不過後來想想 好像還是想不出來 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它變成只要一行 而且你們可以想想看啊 有沒有辦法可以 不要讓這一行 不過其實它只有一行 所以你要簡化 好像 也實在已經夠簡單了啦 OK 好 這樣的話呢 程式就寫完了 還有沒有 沒有了 應該比想像中簡單吧 OK 不過前提是你要 從頭到尾把它打出來 才有辦法 邏輯不困難吧 但是呢 你必須要能夠很流暢的 把它寫出來 不過這裡其實還可以 讓程式更簡單 有個地方可能會覺得很麻煩 M 我比我輸了二月 那後來慢時要必須加一 因為它從零開始 這很麻煩耶 想說 其實很多同學都這邊會卡住 老師這邊還要加一 我有時候 腦筋轉不過來 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教過一個更簡單的方法 怎麼樣呢 如果你不想要讓它加一的話 像我的習慣 做一個取巧的方法 這樣可不可以 應該懂那個意思吧 意思就是在這邊補一個什麼 沒有 意思就是齁 零的話 這邊不就一了嗎 對不對齁 其實這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的好處是什麼 這樣以後就不用管要加一還是要減一了 不然很麻煩耶 程式最終有bug就是你要加一減一 OK 那另外還有一個地方要改 如果你這邊多一個齁 你這邊變成乱數要從什麼 1 13 OK 這樣就OK了 所以 這樣程式應該更簡單了吧 就沒有什麼加一減一的問題 OK 所以其實程式真的蠻多地方可以再琢磨 當然就盡量讓它越寫越簡單 不要越寫越複雜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有些人看人家寫的程式 真的越看越頭痛 為什麼一個簡單的邏輯可以把它寫這麼複雜 有的人真的像我的習慣是越經典越好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大概不外乎就是建一個什麼 如果你要讓它拆謎的話 那就是把立石的肩建起來 第二的話 亂數跑一個 讓它可以去拆 再來的話呢 請它輸入一個正確的比對一下 這樣的話呢 如果正確 就可以brake 掉 因為這邊其實用brake 就好了 你不用什麼 OS 因為沒有必要 當然你這邊要用OS 應該也可以啦 只是好像沒有特別必要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我好像改了 把它複製貼上 畫面先換給各位試一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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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orms